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后总是大包小包的带走 我的化妆品还有包包 都是看到喜欢的直接拿 被我发现了就说是借给他背两天 傻子都知道给他的东西都是有去无回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一家人一些小东小西的 我也不是很在意 拿走就拿走算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 婆婆跟我说 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大姐呀 现在条件不太好 一直坐公交上下班 很不方便 再合算着买车 你爸妈不是陪家了十万吗 你大姐的意思是问你借一下 等挣到钱之后就还给你 怎么样啊 我听完不太舒服 平时拿我的东西就算了 现在还算计我的家装了呀 我说 妈 钱我还没有动 而且全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我要回去跟我爸妈商量一下 婆婆打断我 说钱给你了就是你的呀 而且当时你也知道 你大姐结婚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给 可是把全家身家都留给你们了呀 现在婆家一点小忙都不愿意帮吗 是不是不巴我们当一家人了 我简直越听越气 怎么我爸妈给我的钱 我不借还成了我的错了呀 记得我没有理婆婆 自己回到房间了 第二天早上姑姐就来了 一进门就找我吵架说 弟妹 我听咱妈说 我要买车子 问你借钱你不答应呀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我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这么辛苦你都看不见吗 又没说不还给你 再说了你嫁给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钱肯定也是我们家的 我妈问你 那是给你面子 别不是好歹 这个家还是我妈当家 她让你借 你就必须要借 别说是借 就是让你给 你也不能说什么 我还没有来得及 开口婆婆阴阳怪气的说 算了 我可做不了人家的主 人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 既然人家都不打算 建给你 咱们也不强求啊 大不了啊 问别人借 我混了这么多年 不是白混的 钱我给你想办法 放心好了 咱们不求没良心的人 这话可把我气的 老公又不在家 没人帮我说话 现在他们娘俩欺负我一个人 我只能借口要出去一趟 然后走了 这件事情让我对这家人有了很大的意见 平时来我们家 拿我私人的东西从来都是不客气的 婆婆也赞成她这种做法 现在开这样 先恶人先告状 不是好歹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闺蜜 闺蜜说 你这婆婆算盘打得真好呀 当初全款买房不写你的名字 就是怕你抢家产 你爸妈陪家的车子你又不会开 还不是你老公的 现在又要你的家装钱 给姑姐买车子 到头来钱 估计还不会还给你 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这样一说恍然大悟 姜还是老的啦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于是一个计谋在我心里悄悄发芽 那天姑姐又来我家了 把家里的东西弄得皮皮啪啪的一阵响 估计是对我有意见 我想着既然你们不人 那就不能怪我了 于是我就跟姑姐说 听说你结婚 咱爸妈没有陪嫁东西啊 姑姐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本能的说 对啊 那时候爸妈比较穷 没钱陪嫁 她都跟我解释了 我吹笑道 哪是没钱呀 当初不是跟说 我们的房子是我爸妈和你爸妈共同买的吗 其实都是骗你的 那是你爸妈付的全款 而且你妈特地交代我 不要跟你说 因为你是嫁出去的日人 泼出去的水 给你赔嫁就是亏本 钱肯定一分都不会留给你的 因为跟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始终是外人 但是将来她老了 赡养费你一分也不能少 你还以为有个好妈妈 其实不知道被坑得有多惨呢 姑姐听到我这么说 气得红了眼 一副不可知心的样子 于是等婆婆买菜回来之后 质问婆婆 婆婆无话可说 于是两人吵架 姑姐一气之下丢出一句话 你们这样偏心还骗我 以后这个家我再也不回来了 最后 拴门而出 后来姑姐一家真的就没有来过了 这样的结果真的完美 两个人终于消停了 这个家也终于消停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